很久以前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在遥远的海洋中心有一个神秘的小岛 人鱼岛 传说中在人鱼岛上 人鱼族与人类和平地相处着 人鱼族领袖人鱼公主是岛民们的信仰 人鱼岛上供奉着一种传奇圣物 灵珠 人鱼岛上还存在着一种让人为之倾倒的无价宝藏 人鱼之类 遗憾的是 没有任何人知道它身处何处 人鱼之类就如同人鱼岛本身一样 神秘而又令人向往 然而 命运的轨迹在今天这一刻 发生了偏远 我是鬼少爷 这个文艺青年 我非常爱画画 是岛主跟人鱼公主的儿子 我妈妈温柔善良对我非常好 可是妈妈在生妹妹的时候难产了 爸爸为了保住妹妹的性命 放弃了妈妈的生命 妈妈去世对我来讲 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打击 我恨她 但是我会杀了她吗 我看到的尸体出血量有点多 背后有一些很像是被力的武器勾的 她会觉得八十一条人鱼把它吊起来 谁会那么白痴 嫌疑人鬼少爷 4月23日的晚上10点 我们接到报案 称在这个神秘的人鱼岛 有一位中年男子的尸体 在人鱼岛的祠堂正中央被发现 被害人 真岛主 因为这个岛上闲有人迹 我们都很难来到这 所以你们都是嫌疑人 嫌疑人 那公主 嫌疑人 欧助理 嫌疑人 萨老板 嫌疑人 燃朋友 道爷 你在哪里 吃完饭七点 我就有到人鱼室 因为我妈妈去 去世了 所以我就有去找他说话 说了一阵子 你什么时候离开人鱼池的 一个多钟头我就离开了 然后你去哪里 就是喝酒画画想妈妈 所以现在你就胡编乱造想爸爸 你在走的时候 有遇到任何人吗 没有 我就在喝酒画画想妈妈 七点多海边已经黑了 你怎么画画 我有自备喝酒画画想妈妈的功能 你又开始喝酒画画想妈妈 最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故人西词人鱼龙 他成的团 你们想听听看我做的诗 是谁的房间 叫你好好的找 好好的找 有人要听我做的诗吗 可是我没有什么 故人西词人鱼龙 可以怀疑的对象 我们的传声是Low 公主唱着Let it go 为胜姬友哭成狗 友宋刘浩然之别人遇到 我这次太有才了我了 哈哈哈哈 我虽然很不喜欢我爸爸没有错 但是我不至于会杀他 我觉得我爸那个倒法很奇怪 爸爸身上的这个伤口 我爸应该是这样子 我脖 是我爸 然后胸腿就从后面这样 所以我爸应该是被暗杀的 听到他们两个 你对不对 我是一个做生意有敌 你这是凶器 我接下来主要针对的人 就是萨老板 应该是他从背后袭击 他有可能伤害我爸爸的人 你们两个一定有一腿 这里照一张 请你按照证据我爸爸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尊重一下我们的感受 现在身边我懂的 不要在这边打情骂俏 我懂你的难过 我来找到萨老板这边 你一定是凶手 来 我们用大海做 萨老板 来 萨老板的房间 后面的大海真漂亮 萨老板 好漂亮 萨老板 你人遇到的这个权状被我发现了 你在哪怕 人遇到的什么 你自己藏在哪里你不知道吗 什么东西啊 土地所有权状 这是我合法取得的 请你把它放回原处 不要 它是证据 好 萨老板 为什么你要 你要用你的银行支出 各十百千 各十百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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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百万千万亿 你为什么要给我爸爸支出五亿 这一定有问题 萨老板 萨老板今天怪怪的 他好像跟我爸爸买了这个岛 他除了买了我们的岛之外 他在评估我们的人鱼类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爱情的商人 萨老板 你过来 我问问你 你为什么还有这个钻石评估的那个 不是 是我们的人鱼之类 你想干嘛 你想破坏我们人鱼对不对 你是不是因为这样 然后伤害我爸爸 然后想要获得我们的人鱼岛 我懒得跟你解释 你是不是对我妹妹有分分之想 因为你觉得我是个男的 因为我没有办法继承 所以你想 这一点点 抛弃欧助理 然后去找我的妹妹 我没法抛弃欧助理 因为她不属于我 对 一 二 三 四 四条鱼 一 二 三 三条 一 二 三 三条 四条 三条 你没有发现鱼有不已不太一样吗 每一间房间只有我爸爸那边有四条 这个鱼该不会待会上岸变成人了吧 这两条待会从缸里爬出来说 公司 官员 你是不是很想扮女装 下一期让你扮女装 不是 她没化那么多 所以是不是凶手啊 我觉得你一定是凶手 通常凶手 你一直在掩饰自己的感觉 掩饰自己的紧张 对 看着我的眼睛 你把眼睛睁开我看看在哪儿 你真有眼 你是不是很紧张 夏老板 你一定是凶手 你杀了我爸爸怎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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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得其所 你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动是你动的手咯 我觉得他的嫌疑非常的大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一些 金钱上的交易谈不容 促成了这个谋杀 我以我的观察 通常老板呢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其实贝利都蛮变态的 这是我的话啊 其实这个案件 我不知道跟欧助理有什么关系 我很好奇 我的话为什么都在他这 他是不是有在观察我 或是喜欢我 我的天啊 这是个姐弟恋吧 谁把我的房间弄成这样子啊 所以我等一下也会问清楚说 为什么我的话会在他那里 其实我这件事情 我也充满了疑问 我正想要问 因为我有两幅画都在他那 我的妹妹发现了这幅画 是有一天我在海边 喝酒画画想妈妈的时候画下来的 嗯哼 再来是这个 他是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 对 我们从小呢 我有两个好朋友 嗯 一个是他 这个我可以作证 对一个是叫做雨和的小女孩 但是在我长大没有多久的时候 他就不见了 所以我想要知道 但是你不会就是雨和吧 没错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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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让我惊为天人的消息就是 他就是雨和 然后他的动机也蛮奇怪的 他跟萨老板这两个 他应该是要帮我们护住这个岛 他怎么会带着他一起来这个岛呢 那你是怎么来到这儿 你是不是跟踪我 这次来到这儿 你是不是跟踪我 所以你不是陪他来的是他 他跟踪我来的 没错 我接下来主要针对的人就是 萨老板 这个呢是萨老板房间发现的 一个就是土地的这个权状 怎么 我花了十亿换来的 对我还没把话讲完 你不要紧张 这个岛现在是我的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人鱼的眼泪的评估书 你对我们人鱼岛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 想要真正的保障 那个声音对应该都不是问题 想要人鱼之类是不是 对 你想还是你想当人鱼 那我觉得他有些事情 你们想要的情况 虽然他看似讲得很清楚 但也有可能他在说谎 小伙子 你能跟我说实话吗 说怎么样 你到底是男孩女孩 我就说我是个女的 不是 讲着我是个男的 我只长得比较像女的 所以你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 萨老板 草宝图 在哪个房间里找到 鬼哨爷 在哪儿 在哪儿找到的 纸巾盒里 他的纸巾盒里还有东西 还有什么 亲爱的鬼哨爷 我就是当年人鱼海边的羽和妹妹 你根本压根就知道 在鬼哨爷房间里边有这个 回岛之人必遭天前 他只是为了买岛 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在毁灭我们的岛 你觉得回岛之人除了有萨老板之外 你的父亲有没有责任 他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他在毁岛 他就是把岛卖给我 在我没来之前 你们岛上还发生了什么 鬼哨爷 虽然我跟你关系好 但你不能把你所有的疑点 都推卸在喝酒身上 你为什么带你哭 因为我喝酒了 你为什么写这些字 因为我喝酒了 你为什么杀你爸爸 他的推理是正确的吗 他是全程说谎的真凶吗 玩家请猛戳专题 竟猜真凶赢得大奖 真相到底如何 真凶到底是谁 真相破解版 每周日二十点正片直播 揭晓真相